好 最近星期也快到了 各地也都在做防汛的演习 来看到凤林镇防汛演习19号的下午 在万里市进行演练 那么硬可能来袭的天灾威胁 演练科目包含了灾民的收容 维生管线的维修 提防抢险 道路桥梁封闭 以及灾区复原整理 土石的浅市区 民众的收离撤离的收容 超过150名的井易霄以及李明 各式的机具车辆共同演练 希望借由防汛演练 提高居民的危机意识 政长林建平也表示 因应即将到来的讯期威胁 演练科目包括了灾民收容 维生管线的维修 提防抢险 道路桥梁封闭 以及灾区复原等 各种假想状况 以实际的演练 加强灾害发生时的应变能力 每一年在讯期来临之前 所有业务单位 包括公所本身 都会依照我们的准则 来施行整体性的 所有灾害发生之前的一个演变 那这是第一次来参与 我们的访讯演习 特别要求我们今天参与 所有演习的单位 要因应我们气候的变迁 我们目前的极端气候 都会带来不同于往年灾害的形态 所以说把所有的演习科目 按照实际状况的发生 一起心理做一个演办 在灾害来临之时 我们可以争取失效 然后在灾民的收容 所有防灾的各种的 包括风路 风桥以及灾民的撤退 那个土司令的发生 让我们争取了一些的时间 所有最主要的用意 今天所有的人在酷暑当下 我们积极用心的来参与 这一次的一个防汛防灾的一个演习 特别感谢所有的一群演习单位 风里政公所今年特别分为 灾害应变中心以及前进指挥所 各单位人员先以应变中心集结 再依任务编组进行前进指挥所 随即透过前进指挥所 下达各类的假想状况 以私兵演练 更贴近灾害发生时的实际情形 记者领结风里政采访不到 随时通报应变中心 及时讯息及劝导撤离的命令